HELLO MY RADIO的各位观众听众 你们好 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 祖李安 整天都说的 就是要支持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方法 除了实际课金之外 除了你们分享我们节目的连结 除了你们多在我们的连结上留言 给意见之外 其实还有多个方法 大家可以即时实时和我们的主持人互动 我们有一个封闲的热线24404088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 在我们节目时间和我们聊天 去表达意见 集思广益 多谢大家支持 记得打电话 天天天南 主持 謝二方 宋景辉 钱建榮 张三 好了 我们讲完正义想言的东西 我们讲一些八卦新闻 尤其是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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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的 四面蔡哥 四面蔡哥 以前是四面蔡哥 困死你为止 所以这个 这个 就是楚汗之争的时候 好了 现在他又 四面蔡哥 为什么是四面蔡哥呢 因为现在你看一下 賴清德出来 跟蔡英文去争这个总统的初选 基本上賴清德身边是没有人的 好像丹打独斗那样 不敢公开出来说话 簡直是丹打独斗 但是你看看蔡英文 他拥有庞大的资源 整个国家的资源 拥有那么多被他作弊的一些官员 自然当然是威风八面 前夫后勇 然后那些人个个都丟掉賴清德 那他是不是四面蔡哥 好了 虽然是这样 賴清德都不会孤单 成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就在这个 在立法院 走过小大约五分钟的路程 有个叫台南市 台北办事办公室 这个地方就是 比如台南 台北都是一个大都会 和政府的中央政府都在那里 台南很多东西 要透过中央政府协装的时候 他整个办公室都很正常 虽然一万多元租 里面可能有一两个阿医帮忙 抹一下去清洁 之类 之类 就不知怎样呢 就用了那个地方 用那个地方 我们先看一张照片 有一堆人进去了 这堆人 我的题目叫八家将 八家将 就是我们撇除了 吴乃仁 市议员 我们纯粹说八个是立位 这八个立位 平时是不出声的 没什么 除了呢 除了呢 除了这个 林俊倩 就是摆到明是支持这个 这个赖清德之外 其他那些是 龙世峰是陈谷那一条 漂亮的嘛 除了这个 这个郭国民 因为郭国民是 赖清德 在这个保选时候 帮他的嘛 大哥 是 long stay 在这个 在台南那里 两三个星期帮他选 所以呢 郭国民当然是 他的亲信 那 变回这个 林俊倩 那其他 大家都不知道的 都觉得呢 赖清德是身边没有人的 那就被一间周刊呢 在门口就报了 报到这一群人呢 就进了这个台南 市政府的台北办公室 大概呢 那一入罪呢 半个钟头呢 就出来了 嗯 那当然被记者打咪啦 你来这里 是不是支持赖清德的 那些人说 不是 我们都是来聊聊天而已 我来吃新木鱼而已 那郭国民就出来自己说 他说 这一个这样的聚会 是我快乐的 就是 大家来都是 跟赖清德 加油而已 我们没有密谈 是什么 那究竟真的有密谈 大家都不知道 是吧 但是 这个问题 这一群人 进去之后 蔡英文怎么对付这一群人呢 那便死了 延迟就死了 延迟就死了 上一次我们说台南市第一选区 这个叫做 什麽 什麽遵移 这个叫做 又是输了 那 就是 这些就是 吴怡遵遵 吴怡遵 吴怡遵 好像不下 糟了 忘了他的名字 说到嘴唇 好了 那这一群呢 一定是被赖英文归纳 就是你赖清德的人马 赖牌 是的 这个吴连仁呢 当然是新潮流系的大佬 是不是 那他又不选 那当然没所谓 但是这一群要选的呢 就麻烦了 我看就比较糟糕些了 因为2020 其实香港或者有些人不知道 2020 除了总统大选之外 是兼立委选举的 还有立委 立委在 虽然党主席的权力很大 就是民进党的中央权力很大 但是大极都不够我们 赖大者大的嘛 所以呢 那这群有 就是会不会在 这个初选到 落马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或者已经有些初选了 已经通过了 那就继续选 但是这一群人都已经 非蔡英文列为 不是很忠实的 党员 大哥 非支持者 不忠心的派系 不忠心于我蔡英文 好了 那问题就是这一群人 当然 喂 你水洗都不清 但是这群人一出来之后 其实整个 民进党 七十 六七十个 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没有人敢出来说一句说话 嗯 没有人敢 就是没有人敢帮他们说话 或者 我帮自己 我是站在哪里 我都不敢说 但是 你不敢说 那我就假设 你就支持蔡英文了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这个环境之下 赖清德 赖清德 沽了之下 就更加 变成沽了 这一群人 以后敢不敢 黏在赖清德那里 我估计就不敢了 是吧 就是 现在赖清德 就更加 被这个 萃文 沽了 好了 我其实呢 这一堆事情 其实都没什么意义 哪一个放料 被这个周刊拍照 究竟 这一堆相 因为呢 我没有那些 回来 反过来 就是 他是每一个人出 这个办公室 都有一张照片的 我不是一个个弹出来 总之一个 就是一个 賴系图 清清楚楚 每一个人出来 都有一张照片 回来里面 麻烦 究竟 这一条线 这些照片 是 如果我猜 是国安单位 拍了之后 被这个周刊发布 因为这个周刊 自己找到那条线 去报 我相信 国安单位做多些 大佬 国安单位做的 机会大很多 因为报料的传媒 镜周刊 平时没有这样的资源 上一次 上一次这个 速转会那一堆事情 都是镜周刊爆出来的 那条 那条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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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 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是哪里 所以呢 好了 那又有人问了 即是说 总统是用了自己的资源 去弄那些资源 去弄那些资源 那样多次 去弄那些资源 上网捉那些假新闻 你由总统也发出 发这些东西不行的 那我就透过这些 听话的周刊 那我又给你烧纸 撿多一些广告 独家报导 然后网官就准备 在外面出动 那些记者 那些资源最后 帮我帮谁呢 就帮王偉哲 他说 喂 你作为台南市市长 你这个地方随便借给人用的吗 哦 賴清德 他是前市长而已 那那个地方 又不关他事的 那你借给他在这里聚会 都可以的吗 那 王偉哲说 不是 就是呢 他是前市长嘛 那他有个活动 那我就借个地方给他 那这个都很正常 就是 如果比我来说 都很正常的 都很正常的 要借个地方给人用 你的地方都是放在里面 都是拍污蜻的 大哥 那你又没用 那你借给人用 有什么所谓 那跟着 拨完这个王偉哲 最后拨乃清德 喂 那些八 就是这八个家障 就是 乃家障 八家障 八家障 是不是 密会啊 你们 那赖清德说 不是啦 他们 你纯粹是说 一些加油的说话 那加油说话 你怎么用不需要 一个地方说 就是 你想像一下图画 就是 有十条人进去 那赖清德在里面 那几条人都在里面 然后那几条人都在里面 加油加油加油 那就走了 而且他们强调 他们是进去 顺便吃了个便宕 才走的 那里方便 风凉水冷 又冷气 又舒服 那赖清德说 我和幕僚开会 我是借一些商务办公室的 我不会用公家地方的 这个地方 只不过拿来 就是大家 上到来 立法院就在隔壁了 那大家说 近近地 大家走过来五分钟而已 那大家说和我加油 那这地方就和我加油 还有饭吃 有饭吃 那所以这段东西就 当然 吹一吹 其实老实说 这个是敲散镇库而已 我爆了这件事之后 你这帮五家产 还敢来 还敢站在那里 还敢站在那里 所以 那赖清德就更加刑丹席影了 那从哪里看到刑丹席影呢 那他就去访问日本 那当地的借长庭 就是一个驻日的大师 那我们那些办事处 又没有人来接他 又没有发动当地的那些僑胞 来接机 那所以你看到 赖清德由下飞机 一路的沿途 都是一人 高松走 真的很清 真的很凄凉 那当然赖清德去到日本 又访问所谓的友人 又访问这个日本首相的弟弟 所以此类 亦都有一些日本的报纸 又跟他做阿世 但是这些都没什么用的了 你不能出口作内笑 会然之 现在整个台湾的传媒 都已经是站在蔡英文那边来帮忙 那这里其实很吊诡的 吊诡在哪里呢 因为前两天 又有七十家台湾的媒体去北京 就开一个 开一个座谈会 又讲到这个人大的委员长汪洋 又说训话 但你看看台湾很多传媒 又被民进党收买了 但有一群传媒又去了大陆 又被人训话 又被人训话 汪洋就说 那些都是传媒高层 比如联合部 这个旺旺中时中天 这个华视 还有其他地区上面那些 广播电台的高层 总之就很多人去到北京 汪洋就说希望你们能够回到台湾之后 去努力地宣扬一国两制 那当然这些 香港很多的阿仔箭都已经说 台湾的传媒又被大陆收买了 那其实要怎么看呢 陆营又收买了那些传媒 然后共匪又收买那些传媒 那我们男人就是干什么 走了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算的 那男人那些就冤枉你 是跟共匪有关系的 就搞定了 所以呢 这个传媒生态在台湾 香港 香港最简单 香港就 就是 中共收买了香港的传媒 为这个港府服务 一条线简单 你泛民都不用想了 剩下一张所谓的苹果 那台湾的生态又怪 就是 民进党政府 又会收买一堆一堆传媒 然后呢 中共又收买了一堆传媒 那台湾的传媒 那有 有紫媒体 有这个 網媒 網媒 其實在台湾都很发达的 尤其是这个所谓封传媒 就是基本上 就是他 他看的人数可能多过你 你几大 什么自由时报 什么明日报 那些 就是他讀者论 讀者的人数 多过这些 就是封传媒的质素 都算OK OK的 因为他 早期那些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编绿的 那现在呢 封传媒 我觉得它都两边摆的 就是你哪个人 提供稿件给的呢 无论你南啊 六啊 中立啊 他都照登的 那都 封传媒都在 在台湾都算是 一枝独秀的 一间 就是网上媒体 好了 那我们 都吊诡了 总之大陆又收买台湾那些 传媒 然后你陆政府又收买 台湾那些传媒 大家抢个卵食 那 那 那当然有些好 有些很明显 比如这个 中时 这个 蔡显明 这个旺旺中时 中天 哇 天天煲韩国鱼 就煲 那些 那些 韩国鱼 那没有韩国鱼以前呢 他是煲 阿文哲的 天天煲 天天煲 放在头版 因为两个人一家一亲 当然煲 那自从韩国鱼出现之后 就煲韩国鱼 阿文哲打了个冷宫 就是 不 应该这么说 阿文哲是回归一个市政版 因为台湾呢 他的报纸是跟 地区有一个 比如台北 有一个台北的市政版 台南的台北 台南市政版 他是不同的版的 因为你去台南的人 看台北的东西 关我勾事吗 台南的东西 所以大的新闻 就是封面 里面夹着一个 就是当地的市政的新闻 阿文哲是回归台北市政 那个版面 他已经 那其实韩国鱼都应该 落到高宏市政的版面 是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中天中时的那些 每天把韩国鱼都摆在头条 哇 好像没有了他的新闻 好像当年 自由时报 《賴清迪》 每天都 我过年的时候 我在台湾一天看电视 是45分钟 不断韩国鱼 哇 终于有一下 不关韩国鱼的事 就是说韩帽包 韩帽包不关他事 但是都说韩国鱼会吃的 即是那一刻 你不可以说是洗脑的 对某些人来说 好像我们这样看 喜不喜欢韩国鱼也好 我会反感 反感一个电视台 是这样做的 而且你搞到那只韩奋是亢奋不已 是 两个一只韩奋 就看到 哇 在韩国鱼又出面 即是变成非韩不投 有很多古灵精怪的 好啦 賴清德到这个环境之下 有些人就说 賴清德去日本 其实日本的意思 其实他在日本宣布退选 有一个这样的传言 所以賴清德半夜 自己搞个直播 哇 我没有宣布退选 我是参选到底的 所以 最近这个 民政党的中央又传出 另外一个说法 他说我们应该把手机 拿进来民调 因为现在一般民调 都是打那些所谓室内电话 就是那些固网电话 很多人没有固网电话 现在 最大问题 台湾好像跟那些文化不同 最大问题 固网电话 跟香港一样 听固网电话 一定是那些老爺 就像我们这些 譬如你家里 电话响 那些年轻人不会真的去接 因为年轻人就有手机 你怎么会真的去接 你一定会找我的 我的电话 就一定会找你两个老爺 那我当然不会听 老爺就去接 所以呢 那些得回来的那些民调 就比较有局限性 所以呢 还有民进党为什么说 用手机 因为蔡英文 都得到一班年轻人的青睐 这些人 没有什么人对这个赖青德有青睐 没有什么人对这个赖青德有青睐 所以 他说 我们要把这个手机 放到民调里面 好了 赖青德说反对 他说 这个从来都不在我们的民调的条件里面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有个手机民调 给我反对 這些以前大家覺得 搬農門搬農門 覺得只是國民黨會做的事 有四月中 那時候會是民調 蔡英文和賴清德 那時候是四月中決定 一直拖拖拖拖拖拖拖到現在 其實香港的柯仔煎 你只是看東西就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不要戴著一副綠色眼鏡去看東西 你看得到的問題就是 整個蔡英文 是怎樣去打壓自己 黨內自己怎樣去搞 這些所謂的民主其實都是騙你 是假的 他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搬農門 甚至現在在說 手機民調也放下去 所有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他都不讓賴清德玩 現在根本在設計一個 所謂設計一個 適合蔡英文的初選給他 你明白嗎 令他贏的 為了他量身 連這次國民黨都不敢做這件事 我拆開一點點 我們說今天 郭台銘 吳敦義和郭台銘見完之後 郭台銘又開了記者 提了三個所謂他的意願 就是向吳主席的建議 他第一項就說 我是贊成民調 是要把手機放進去 但是 但是 他還有說 要辯論 是 有政見法會有辯論 北中南三的地方都要辯論 就是 你看到 郭台銘 這個人不是一個口舌辯級的人 說話都很漏漏漏的 你說話又重複 說話很漏漏漏 又要看稿 看稿 看稿看得半老 眼睛 那些 如果說辯論的話 我可以這麼說 在這麼多位候選人裡面來說 他一定輸 說政治呢 那個台銘輸 但說經濟呢 他可以吹兩嘴 他不是吹兩嘴這麼簡單 他可以 但其他那兩項我就覺得不行 但是反過來 他自己把自己最弱的東西 他都願意拋出來 說 喂 辯論 如果理論上 我是郭台銘 辯論不要了 我反對辯論 政見法表會不要緊 我拿著幕僚 給我寫的東西 我讀而已 因為你辯論 就要講急財 要講你的經歷 要講你的識見 如果你問到一些東西 我根本都沒接觸過 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他說 我們可以給黨代表問 可以給傳媒問 可以給各方的團體 公民團體來問 喂 那些人問什麼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就是要讀書的 黨代表那些 阿龍那些 我之前塞好東西給你 現在你留意 那裡抄定 抄定的答案 都沒問題 記者問什麼 你怎麼知道 那些公民團體的代表 問什麼 你怎麼知道 那些肯定很吊喘 問到你根本 你想也沒想過 但郭台銘就說 不過我要搞這些 那些 很奇怪 如果要給我 我當然不用 給外國台銘的 當然 說什麼 我覺得 是鬥捐錢 哪有多 這個最有好處 自己的東西 反而他對自己 未必有利的東西 他站出來這樣玩 我覺得 你們這些人 經常說他 不民主 不民主 有時候的東西 看清楚一點 好了 現在那個人賴清德 那個後果 我猜 最後一定輸的 因為 蔡英文現在就是 以拖代言 總之我拖到你 5月22號 立委提名完結之後 我們才來 再定初選的機制 不是那個時候 已經有初選機制 是5月22號 我們再去設計 一個初選機制 再定的規則 等到什麼時候 是啊 沒有 國民黨應該是 這兩個星期 就應該定到那個 所謂的規則 六月初 就已經要 拿表提名 拿表了 到七月就已經 真正的提名 六月應該拿表 跟著就是 報名 跟著就是 剛才說 可能會辯論 可能會 那些初選機制 那些開始了 那到七月尾 七月尾就是黨代表大會 黨代表大會就正式提名 七月尾 國民黨就一定有一個人 確實的了 確實的了 是一個候選人 確實的了 究竟民進黨 有沒有呢 我也很懷疑 因為五月二十二才再談 談得來 可能六月都談不成 就又多多個月了 因為我上個禮拜說 其實大家 講到一個民調 要講什麼民調呢 我沒有對象啊 大哥 就是國民黨在等著 民進黨 你找誰出來 其實原本 原本應該要等的 但是現在的形勢已經不需要等了 其實不論你是賴清德和蔡英文哪一個都好 其實已經不是國民黨的敵手 他正在看著 你說是柯文哲 他現在兩個都要去 所謂這個 民調 就要有一個對象 那你 國民黨現在是 不知道誰 因為如果我提了一個名出來之後 我都要知道 對家 是什麼人來的 我當然對著賴清德 對著蔡英文 對著柯文哲 那我的民調才有意義 否則說 只是知道 大家就是贊成 郭台銘 或者這個 這個 韓國瑜 那對手 我們不知道是誰 所以呢 就是 民進黨也是這樣說 他說 你國民黨都沒有人出來 我都要知道 對手是誰 國民黨是誰 那我就派 我找一個最強的 但是問題 民進黨 現在你看到 他是拖 拖到賴清德 死為止 我們也看到 待會我們最後一個節 就會講 民調 會看到一些端倪 究竟 這個 蔡賴之間 那個鬥爭最後 六死誰走 我猜 我猜 賴清德還是瓜德的 這個都不用想的 因為 那個勢 那個勢 那個勢是不及他 但是瓜 剛剛前報 在麥克風後面 都有問過 如果我是賴清德 是怎樣呢 我覺得如果其實 退選 或者是被人KO了 其實是多一件好事 因為他根本 就不可能選得贏 是啊 所以 現在賴清德 唯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 我自動退選 一個就是 被人叮下台 那你看看哪一個 比較的新段 會漂亮些 你就選哪一個 就是你輸就輸了 你都不用看 一定有選 但是 哪一個新段好些 哪一個比較下台階 會好看些 他自己選擇 那同樣地 蔡英文也選擇 勸退 賴清德 還是要叮走他 叮走他 也有一種難題 那你自己肯走 就不用叮走你了 叮走他 可能有些人會看 大家就會 那些非賴不投也會出來 民眾黨都有這些 非賴不投 其實現在我覺得會有 因為現在他已經被騙到 大家都很不高興 你猜那些 跳出來說 撐錯英文國有拿位 是真的這麼真心嗎 我又不覺得 以往 以往的 以往可能是 現在不是 以往民進黨的選舉 就是 選前 都都見血 到真的 後選人出來 他們是團結的 但是 今次我感覺到 他們 未必是這樣 可能隨時會 到時候分成了 好像兩派 蔡英文和賴清德派 賴清德派 真的可能會是 那種 反正蔡英文都輸 我就非賴不投 我就不來投你 也這麼說 只是給一個教訓 民進黨 用選票來教訓你 其實可能會有 這個現象出現 但是這一群非賴不投 那群人 不是很強 蔡英文可以 ignore你們的 這群人不投 那群人不投 那群人不投 那群人才可以 可能那個三幾萬 我靠你那三幾萬嗎 我心想 蔡英文一定輸的 那三幾萬 都給你的 你也是混蛋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其實賴清德差來有什麼 就算被你打低了蔡英文 其實在選舉裏面來說 民進黨都是批第三的 看出是誰 如果是國民黨最強的 可能輸得沒那麼慘 民進黨裏面有些人都跟我說過 他們最不激氣的就是為什麼是蔡英文 上一屆都問為什麼蔡英文 他做過什麼?他坐過牢了嗎? 他拿以前的經歷來算的話 其實他不是根正苗熊的 所以他們其實不是很喜歡他 加上他的執政在這幾年裏面來說 爛讀不堪 其實民進黨裏面的人有意見 所以變成有部份老派的大佬 可能支持賴清德 你怎麽都跟他出來支持他 賴清德也不可以對著這些老人家 或者這些上面的大佬輩 怎麽都要聽話出來跟他支持一下 是不是他自己的自願地很想支持呢? 未必是 因為他都知道 就算給我做後選人 又如何輸 不是啊 民進黨現在這個困局是很慘的 他那個理論就是 蔡英文是一個最不適合的人 但我們必須要找他 因為如果我們不找他 就證明我們多年選他是蔡英文 但是蔡英文 倒轉一些人問他 那如果你輸了會不會全力支持賴清德? 他不說 他不說 這個女人這麽陰森 這個女人這麽陰森 其實大方一點 我輸了我也支持賴清德 這些是很正常的 不做一件事 你怎麽做一件事 這句話都不肯說 你可知道蔡英文那種心胸狹窄到 你賣口乖而已 我加了個比喻 他的心胸狹窄到 雌林鄭月娥 搞定 好了 有人形容 民進黨形容這樣 民進黨的妖精 是打不死的 他打死之後他又變 又變回了妖精 這個是國民黨都要留意和小心的 因為國民黨這些謙謙君子 你怎麽對付妖精啊 大哥 你三叭刮骨精都很糟糕的 好 我們下一次再說